接下来我们继续复习第八个知识点 简易计税情况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这也是考试中的一个重要考点 考的方向有三个 首先就是什么情形咱们是简易计税 当然小规模你肯定简易计税 另外一般纳税人也有一些简易计税 或者说可以选择简易计税的业务 你要清楚 接着就是简易计税了 咱们到底用哪个征收率 是3% 5% 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优惠的征收率 接着就是销售额 到底是全额还是差额 这些问题你都需要完整的把握 才能把题做对的 咱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个范围的问题 小规模纳税人所有业务都是要简易计税的 可能是3%也可能是5% 5%属于特殊情况 它适用于像什么不动产租售 还有跟人有关系的一些业务 那其他的通常都是3% 另外就是在小规模纳税人这 我们要考虑一些税收优惠 你比如说 3%征收率的业务 在23年 它就是降成1%的征收率来计税 另外5%征收率的呢 没有这样的优惠 再有就是我们的一个 按月计税不超过10万 按计计税的不超过30万 那个是免税的情况 这些大家在做题的时候都要去考虑 接着小规模纳税人这 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定 就是你购置税控收款机 它可以拿这个税额来抵税 那注意小规模是没有进向税这一说的 所以你买东西按理说是不影响你的那税的 但是我们这儿买税控收款机 为了鼓励你去做这个投资 咱们是让你拿税来抵税的 如果你拿到的是增值税专票 当然上面的税 咱直接拿过来抵税好了 如果你拿到的是普票 也没有关系 把里边的税给它算出来之后来抵税好了 算的时候注意 是用我们的含税价款 除上一加上试用税率 乘上试用税率来进行计算的 这里边试用税率就是13% 这个注意不是用征收率 它不是看咱们买家的这个什么税率征收率 而是看卖家的税率 卖给你税控收款机的那家 它算了多少的肖项 相当于就是你可以抵税的金额 这点注意 另外就是税控收款机 和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个税控专用设备 它不是一回事 那个税控专用设备 它说的是你要初次购置 并且拿到增值税专用五花票 咱们是拿里边的价合税 合计金额来抵税的 这是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都能够试用的 只要你是增值税纳税人 你初次购置税控专用设备 都有这样的优惠 但是我们这个税控收款机的 这个抵税 注意它只是拿税额抵税 不是价税合计抵税 并且只有小规模纳税人能享受 一般纳税人不用 原因在于一般纳税人 你买进来税控收款机 拿到增值税专用发票 你就正常 平票去抵扣进项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 所以不需要额赖的再拿税来抵税 这是这块的规则 你要清楚 然后接着就是咱们 一般纳税人 简易计税的情形 或者说可以选择减易计税的情形 这儿有3%的 也有5%的范围 咱们要注意选择题 另外大题里边 其实去年也涉及到了 就是告诉你一些业务 说我们这个一般纳税人 但凡你能够选择减易计税的 都选了 那你就得通过业务描述 来识别它 到底有没有这个选择权 对吧 所以要对我们能选择减易计税的范围 要非常熟悉才行 这里边先看3%的范围 比如特定货物的销售 那就有这样的规则 像我们销售自来水 还有寄售物品 死当物品 以及销售收购的再生资源 都是有这政策的 另外还有特定的建筑服务 你比如说轻包工 加工工程 还有老项目 是吧 做这些建筑服务 咱们是可以选择3%来减易计税的 接着还有 跟我们以前的 监营混合销售那块有关系的一个业务 就是销售及其设备 并且还提供安装服务的 咱们提到了两类 一类是销售自产的机器设备 并且提供安装服务的 咱说了 这个表面看起来是混合销售 但是咱们政策规定呢 就说它不是混合销售 其实就是按照监营来对待 应该分开几岁的 那如果是销售外购的机器设备 同时提供安装呢 这个呢 你正常来说 它应该是混合销售 但是呢 如果你按照以前的政策呢 你去按照监营对待了也行 那如果你这块是按监营对待 那就是分开计税咯 只要你是分开计税 那么你这个安装这一块 咱们在计税的时候 都是按照这个假供工程这块 给了你这种选择简易计税的权利的 也就是你可以按照假供工程一样 去选择简易计税 用3%的征收率 对安装这块计税 然后你货物那块 再该怎么计税 怎么计税就好了 这是提套的建筑服务这一块 然后接着还有就是盈改增前的 有形动产租赁 比如说盈改增前 我买了一个有形动产 一个设备 盈改增后我给它出租出去 那这个是可以选择3%减易计税的 或者说是盈改增以前 我签的一个有形动产的租赁合同 还没有执行到期呢 是吧 那这个时候我也可以选择减易计税 接着还有这些业务啊 像公共交通运输啊 动漫软件的 还有这个什么电影放映 仓储 装卸搬运 收派 文化体育 还有物业收水费的这些业务 都是有这种减易计税的选择权的 这儿特别要关注一下 公共交通运输 它是有范围的 你比如咱们的地铁呀 轻轨呀 是吧 什么班车呀等等 这些个内容 它属于公共交通运输 包括像出租车之类的 其实都是在这个范围里 但是你像什么铁路运输啊 航空运输啊等等 这些不是公共交通运输 所以这个公共交通运输 它是有一个选择权的 还有像仓储 装卸搬运 收派 其实这些也非常容易在题目中出现 你要对它熟悉 接着就是物业收水费 注意物业公司收物业费 那个业务 它是没有选择减易计税的权利的 但是物业收水费 它有这个选择权 并且呢 它是收的水费减去负的水费之后 这个差额来计税的 接着就是非学历教育 还有教育辅助服务也有选择权 那学历教育 注意咱们是给了免税的优惠 而非学历教育 你比如咱们的职业资格考证的这种培训 还有什么学生的这个课外的培训 是吧 那它就属于非学历教育这块 它一般纳税人是可以选择 3%来减易计税的 另外非企业性单位 它有一些业务 也是可以选择3%减易计税的 这个了解一下即可 你像研发和技术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 见证咨询 还有销售技术 做作权的无形资产 还有提供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4G服务 是吧 这些对于非企业性单位来说 是有选择减易计税的权利的 另外还有一些列明的金融服务 也有这个规则 比如说资管产品这一块 资管产品 它在运营过程中 比如像什么理财呀 是吧 基金啊 信公啊等等 他们也会产生一些增值税的纳税义务 是由资管产品的管理人来做纳税人的 并且他这儿计税呢 是在按3%减易计税的 这是咱们说到 一般纳税人 3%减易计税的情形 然后接着还有5%增收率的情况 当然5%的试用范围本来就很有限 主要是不动产的这个租售 还有跟人有关系的一些业务 你比如说不动产涉及到老项目 也就是赢百增之前的项目啊 它去出租或出售的 那咱们通常就是5%来减易计税 给你这个选择权了 但是注意 住房租赁企业向个人出租住房 这块呢 咱们是选择减易计税之后 用的5% 减按1.5%的征收率 这个优惠政策 跟我们个人出租住房是一样的 5%减按1.5% 另外就是那个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外包这一块 如果是一般纳税人选择了减易计税 它是用5%的征收率的 但小规模纳税人 人力资源外包 它是用3%征收率的 不太一样 还有就是劳务派遣或者是安全保护 不管你是一般纳税人 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如果你选择了差额计税 那它用5%的征收率来计税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 关于减易计税的范围的一个规定 主流考点就是这些 当然还有一些更加细致的内容 大家有余力再去自己看一看好了 然后接着知道这些事 咱们要减易计税 或者说可以选择减易计税了 那接着我到底拿什么来做销售额呢 注意大多数的业务 咱们都是全额计税 但是有典型的差额计税 你比如之前咱们在学这个 销项税额的时候 就特别说了销售额 你像这个经济代理业务 那你收的全部价款 价外费用 要减去你支付出去的 政府性基金呀 行政事业收费这些 还有你像金融商品转让 是典型的卖价减买价来差额计税 那这些个差额计税的情况 没有特别说明的就是 你一般计税或者减易计税 都是差额计税 好吧 那些都是通用的 然后接着在这儿 还有一些特殊情形 就是只有在咱们 减易计税情况下 才能差额计税的情况 他们在一般计税的时候 要全额计税 只有减易计税的时候 能差额 你比如说建筑服务里边 减易计税 咱们如果有总包分包的 那这个时候计税 咱们是总包款 减去分包款 然后这个差额 去除上1.03 乘3%来计税的 可是建筑服务一般计税 咱得全额计税 总包款 你去全额算肖项 分包出去的呢 然后你正常 平跳底扣进行好了 是吧 是这么一个操作 另外就是物业管理公司 它收这个水费的业务 这块咱们是差额计税 它是拿收的水费 减去负的水费之后 去除1.03 乘3%来计税的 但注意物业公司 它收的物业费 那个是要全额计税的 再有就是转让 非自建的活动卡 如果减一计税 咱们也是差额计税 就是用卖价减去买价 或者叫做卖价减去 购置原价 或者是作价 用这个差额 去除1.05乘5%来计税 接着还有劳务派遣 这些个 咱们是能够选择 差额计税的 能够差掉的是 为劳务派遣的员工 付的那些什么工资 来什么社保等等那些 这个范围咱们要搞清楚 好吧 这是减一计税里边的规则 至于说征收率 到底什么时候用3% 什么时候用5% 什么时候用优惠 这个结合咱们之前讲的 征收率那个知识点 进行复习好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 一些典型的题目 首先是一个20年的多选题 说下列服务中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可以选择减一计税的 有谁 A说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没错 这可以选择减一计税 用3%的征收率 另外劳务派遣服务 这个可以减一计税 是吧 他差额计税的话 用的是5%的征收率 另外就是 轻包工方式提供建筑服务 轻包工加工工程 还有这个老项目 咱们是可以选择减一计税 用3%的征收率的 另外融资性售后回租 首先你要知道 这个不是一般的足利 是吧 这个融资性售后回租 相当于抵押贷款 对于融资公司来说 其实他赚到的是 利息性质的收入 所以他是按照金融服务 贷款服务来计税的 这个业务并没有提到 他有这个选择减一计税的权利 没有 再有就是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人力资源外包这一块 咱们是一般纳税人 可以选择减一计税 用5%的征收率的 当然你说劳务派遣服务 劳务派遣服务 那如果是我选择了插额继税 那用5%是吧 那如果我是全额继税呢 如果是全额继税 小规模的话 用的是3%的征收率 而一般纳税人呢 你是一般继税 你要用6%的这个税率 来算小项是吧 这里边细节规则比较多 包括像 劳务派遣和人力资源外包 有什么区别 咱们在基础阶段的时候 也是详详细细的 说了好几遍的啊 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给他记清楚了 如果现在 你又觉得有点 一个糊涂了 是吧 想不起来了 那赶紧回去看一看 以前的知识点 好吧 这是20年的多选题 咱最后要选上的 就是ABCB这四个 接着再来看一个多选 还是问我们 一般纳税人的业务 能够选减一计税的有谁 A说电影放映服务 电影放映这块 确实是可以选减一计税 用的是3%的征收率 然后接着 铁路旅客运输服务 铁路旅客运输 这算公共交通运输吗 这可真不是 咱说了公共交通运输啊 有什么地铁轻轨啊 是吧 巴士啊 什么 这个出租车等等这些 它不包括什么铁路运输 航空运输 然后接着 收派服务 收派什么装卸搬运之类的 确实是有减一计税的 这种选择的 用3%的征收率 然后销售收购的再生资源 这个也是有选择权 用3%的征收率 仓储服务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儿 咱们能选的 能够减一计税的 就是ACDE这四个 还有16年的一个多选题 还是问我们一般纳税人 可以选择减一计税的 有谁 A说销售16年4月30日前 购进的钢财 这个16年4月30日前 就意味着 盈带增钱是吧 那咱们想想 这个是什么东西 是一般的货物对吧 那16年以前 你卖货 本来它就属于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所以你买货进来 是正常可以抵进项的 那你盈带增后 再把它卖出去 当然就正常算销送了 这个是要一般计税的 并没有说 能让你选择减一计税 然后接着 销售16年4月30日前 购进的不动产 注意不动产在盈带增以前 它的销售是属于 营业税的范围 它是不交增值税的 所以意味着 你那个时候买过来 这个不动产 你买了一个房子 它是抵不了进项的 那么盈带增后 你再把它给卖出去 这个时候 如果正常算销项 那你原来买的时候 又没抵过进项 就亏大了吗 所以这样的老项目 它的租售 是可以选择减一计税的 用5%的征收率 然后接着 C 是增值电信服务 这个并没有说 可以选择减一计税 没有的 那物业管理服务 注意物业管理服务 这个也没有选择 减一计税的规则 但是物业公司 你收水费这个事 它是减一计税的 另外就是装卸搬运服务 可以选择减一计税 用3%的征收率 所以在这儿能选的就是B和E这两个 好 接着再看一个19年的单选题 说关于小规模纳税人缴纳增值税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谁 注意啊 前提说的是小规模纳税人 A说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不动产 以3%的征收率 建案2%来继税 错了 咱说如果你销售的是 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是吧 那这块呢 咱们是3% 建案2%来继税 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 这个政策是有的 但是你销售自己使用过的不动产 这个应该用5%的征收率啊 是不是 所以它根本就不属于3% 那个征收率行列里的 所以这个A肯定是错的 再看B 说提供建筑服务 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为销售额 按照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这块呢 注意 咱们建筑服务啊 带房子这一块 如果它是在一般计税的时候 那么盖房子 卖房子 租房子 卖地 这些房地产业务 都应该用9%的这个税率 是吧 但如果是减一计税呢 盖房子是用3%的征收率 而租房子卖房子 他们是用5% 所以在这儿征收率 没错 建筑确实是用3% 但是你要知道建筑 减一计税的时候是全额计税吗 还真不是 如果你有分包业务是吧 那咱是典型的差额计税吗 要拿总包款 减去分包款之后 去除上1.03 增上3% 这么来计税的 所以不是全额计税 是差额计税 再来看C 说出租不动产 按照5%的征收率 计算缴纳增值税 不含个人出租住房等优惠情形 确实 不动产的租售 它如果是减一计税的话 用的是5%的征收率 当然有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个人出租住房 是5%征收率 减按1.5% 是吧 优惠政策咱们也要熟悉 再看D 说销售边角料收入 应该按照3%征收率 减按2%来计税 销售边角料 这没有什么独特的呀 跟你卖一般的货物一样 是吧 应该是用3%的征收率 当然如果是23年的业务 你可以享受阶段性的优惠 3%的业务 咱们降成1%的征收率来计 是吧 但是3%减按2%这个 判定是错的 所以在这 关于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的计算 说法正确的只有这个C选项 好 接着再看一个多选题 说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的征收管理 正确的有什么 A说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的纳税期限 汇总申报缴纳资管产品运营业务 和其他业务的增值税 你比如说资管产品 咱们有什么理财呀 信托呀等等这样的基金呀 等等这样的一些个产品 那这个资管产品的管理人 应该是增值税的纳税人 另外就是这个管理人 他不仅仅有这个资管产品运营业务 他还有别的业务 那么在这对于管理人来说 那你应该是汇总申报这些个业务 整体的增值税的 也就是对于你这管理人来说 你是一个纳税人 是吧 你这个纳税主体的所有的增值税的业务 你都应该去汇总申报 并且在规定的纳税期限里去申报 这个说法是没问题的 接着再来看B 说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提供贷款服务 以产生的利息以及利息性质的收入 他作为销售额 这个是没错的 你运营资管产品 你筹集来了那么多钱 是吧 你拿这些钱去放贷了 去赚利息了 那应该这个贷款服务 就是以利息或者利息性质的收入 全额来做销售额的 他是对的 再来看C 说管理人可以选择分别 或者汇总核算资管产品运营业务销售额 和增值税的应纳税额 也就是你的资管产品可能不止一支 是吧 你有好多支 那你既可以汇总一块算 他们的销售额和税额 也可以说这个分别去算 最后再加总起来一块拿税都行 好吧 另外D说资管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产品 没错 另外E说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 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 不是用减益集税方法 错了 咱们是在按3%来减益集税的 所以这说法正确的 就是ABCD这四个 接着再看一个计算型的单选题 问我们企业当月应该缴纳的增值税是多少 说假企业为按月季税的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 一说到小规模纳税人 你马上要反映出来 它有按月季税和按G季税的不同 是吧 并且小规模有很多的优惠政策 你要去考虑 说23年4月 销售货物开具普通发票 取得含税收入是15万2000 然后出租仓库 开具普通发票 取得含税收入35000 然后初次购进税控系统专用设备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价税合计金额160 好那在这我们要分析一下 首先它的收入有两块是吧 合计起来 它有没有超过我们那个10万呀 当然超了是吧 按月季税在23年是不超过10万的 按计期税呢是不超过30万的免税 那这超了 超了就不能享受这个优惠了 是吧 另外就是 我们这开的都是普通发票 是吧 开的普通发票 那你说我这个销售货物和仓库 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这个销售货物 它是用3%的征收率 在23年呢 它如果不能享受免税的话 那它继税也是这个征收率降低 降成1%的 所以这个卖货这块是5万2000元的 销售额是个含税进额 我们要除上1加上1%的征收率 来做价税分离 再去乘上1%来计税 另外出租仓库呢 咱说不动产的周收 征收率用的是5%对吧 这儿的含税收入是3万5000 咱们要除上1加上5% 然后再乘上5%来计税 本来我应该这两块相加 就是我的税了 我购进东西呢 按理说都是不能递进箱 不能递税的 但是初次购进税控系统专用设备 对于我们增值税的纳税人来说 只要你取得了专票 是可以拿价税合计金额来抵税的 所以这儿价税合计金额160 你是可以拿过来抵税额的 所以最后这两块相加再减去160 就是我们当月应该缴纳的增值税 好说完了这个简易继税的情形之后 我们再继续看第九个知识点 进口应纳税额的计算 进口这一块呢 考试是必考的 主要考核到的就是 一般货物进口它的集税规则 每年大体里都有 另外就是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 这块有一些选择题的考点 咱们也要适当的关注 好先来看一般货物进口 先是它的这个纳税人 正常咱们进口货物 那就是收货人来做纳税人好了 注意啊不是外方 不是外方那个发货人 卖货的那个人 而是收货人 谁进口谁来纳税 或者是办理报关手续的人 如果是代理进口的呢 咱要看完税凭证上 著名的人他来做纳税人好了 这是纳税人的几个可能性 好另外就是税额计算 非常的重要 在这我们是用组价来作为 继税依据 然后去乘上税率来集税的 好注意在这 适用的税率是13%或者9% 当然有一些特定的优惠 你比如说进口抗癌药品等 它是用3%的这个优惠税率的 但是如果不在优惠行列之内的 那咱们就是要么13% 要么9% 取决于你进口货物的这个品类 只要它是我们列明的低税率的货物 那么你销售它和进口它 都用低税率9%好吧 你比如咱们提到的 这个粮食等农产品 什么食用植物油啊 食用盐啊 是吧 什么居民用煤炭制品啊 等等这些不都是9%的范围吗 你卖它是9% 进口它也一定是9%的税率 所以要看进口的货物品种是什么 没有特别说明 那就是13%的货物 接着这个组价 这个公式大家必须要非常的熟悉才行 三叫它三合一的组价 包括关税完税价格 关税还有消费税这三块 并且它的用途也有三个 这个组价乘上增值式税率 就是进口的增值税 乘上这个消费税率呢 就是我们进口的消费税 当然说的是消费税是正好比例税率的情况下 那如果说我们进口的是车 并且还要用 那这个进口车的车辆购置税 也是用这个组价来进行计算的 另外如果我们的消费税正好赶上是 从价的比例税率 那我们还可以变形一下 足价变成 关税完税价格加上关税 除上一减去消费税比例税率 这样也行是吧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进口的组税规则 当然这个地方其实还可以再拓展一下子 它考考你这关税完税价格的 这样的一个构成是吧 那就结合我们关税那一张网 我们知道关税完税价格 对于进口来说 它是倒案价格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包括货物的成交价格 那然后加上境外段的这个运费 保险费这些是吧 来形成我们的关税完税价格 另外注意啊 运费通常会给出你实际的数字 而保险费如果说没有发生 或者没有办法确定的 那我们是要估算的 用货价加运费的千分之三是吧 这个计算大家要非常的熟悉 考试是很容易考到的 另外就是咱们只包括境外段的那个运费杂备 而不包括境内段的 这个要区分 这是一般货物的进口 主要是组价公式 然后接着就是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 这呢征管规定可以出选择题 首先纳税人是购买包 谁买这个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 谁就是纳税人 但是通常我们不需要自己纳税 而是让扣角义务人来带收带脚 这个扣角义务人包括电子商务企业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企业 还有物流企业 再有就是我们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 这个渠道 它有一个限值 单次是5000 然后全年呢是26000 如果你在限值以内进口 它是有税收优惠的 关税税率设置为0 也就是相当于关税就不用交了 然后增值税消费税呢 是打7折 就是按它的70%来交就行了 另外这里面进口的那个关税完税价格 怎么算呢 这关税完税价格 其实跟我们一般货物进口那个差不多 也是这个零售价加上运费保险费 你看跟我们所说的那个所谓的倒案价格 货架加运宝杂是不是 差不多呀 几乎是一个意思啊 依照着它来进行计算就行了 这是我们说到的进口环节的计税 然后再看看典型题目 一个单选题 说假进口公司代理工业企业进口设备 注意这是一个代理进口 说同时委托并托运代理人办理托运手续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 缴款单位是假进出口公司 问到底谁是增值税的纳税人 那当然啊 对于代理进口来说 咱们看的是这个完税凭证 也就是缴款书上写的是谁 那写的是假进出口公司 那就他做纳税人好了 选上A 这是送分题了 接着再来看一个计算型的 这个题目问的是 当月我们可以抵扣的进向税是多少 注意咯 进口我们在海关这交完这个增值税以后 它是一个进向税的性质 我们可以凭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来进行抵扣 说假生产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3年2月进口加工原料一批 关税完税价格120万 关税税率10% 取得了海关填发的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另外将材料运回本企业仓库 支付了境内运费 并取得了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著名价款4万 那首先我们要算一算 进口环节交了多少增值税 那这儿呢 要用组价乘税率是吧 组价是多少 就是三合一嘛 关税完税价格 加关税加消费税 可是这儿它没给你消费税率 也没告诉你加工原料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默认它就不是消费品了 就没有消费税什么事了 所以组价就是关税完税价格 加上关税 然后用这个组价去乘上税率 来算进口环节增值税好了 既然它没有写明你进口的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一般货物咯 就用13%的税率好了 这是进口的增值税 是我们的进项税 然后接着你还支付了境内的运费 是吧 运费这块也是有进项税的 拿到了一般是人开的专票 价款就是不含税金额 这是4万 然后乘上9%的 这个交通运输的使用税率 算出来的就是我们能够抵的进项 最后这两块一加 就是我们当月可以整体抵扣的进项税额 当然有听说了 说进口是不是我就一定能做进项抵扣呢 其实你还要考虑一下 它是不是用到了不得抵扣的范围 如果说你买进来的这个东西 用到了那个什么减易计税项目 免税项目 是吧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或者发生了非正常损失等等 那些咱们都是不能抵的 所以还是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这儿呢 既然是加工原料 那咱们买进来没有问题 正常就是做抵扣的 将来如果你非正常损失 或领用去干别的了 那你再做进项税额转出位 是吧 那就是后话了 好 接着再看一个20年的多选题目 说根据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征税规定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谁 A说 购买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个人 作为纳税人 谁买谁是纳税人 这个说法是对的 还有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要缴纳行邮税 什么叫行邮税 就是行李和邮递物品的相应的进口税 而这个进口税其实是打包的税 包括你进口的关税 这个增值税还有消费税 这个在关税那一章里边 咱们有所提及 但是注意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它不交行邮税 它交的是什么呀 就是进口的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 跟咱们一般的进口货物差不多 只不过是你限制以内有邮会而已 是吧 它不交行邮税 这个是错的 再有C 说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可以作为进口环节税款的 代收代缴义务人 另外E说物流企业 也可以作为进口环节税款的 代收代缴义务人 这个都是对的 没问题 再看D选项 说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超过单次交易限值 按照一般贸易方式 全国征税 在这我们要分析 如果它在限制以内进口 就是单次没超5000 全年也没超26000 是吧 在限制以内进口 咱们关税税率是零 然后增值税消费税呢 是打七折 是不是啊 相当于按70%来几税 那如果超了限制呢 超限咱们得看情况 如果你超的只是我们的这个单次限制 超了单次 然后你只是一件商品 可能就比较贵 超了5000 但是你未超过我们的年度交易限值 那这时候你还可以通过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渠道来进口 但是就没有优惠了 就这么长交税了 那如果你超了这个年度的交易限值 那抱歉啊 你就相当于是一般的进口那个来进行管理了 就不是我们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的这种管理的方式了 所以这个说法呢 他说只要超过单次交易限制 就按照一般贸易方式全额征税 这是错的 应该是超过这个年度交易限制的 按一般贸易管理 如果是你这个完税价格超过5000单次交易限制 但低于26000的年度限制 并且订单下仅有一件商品的 还是可以从这个渠道进口 但是没有相应的优惠 就是你的关税啊 进口增值税啊 这个消费税啊 都是要正常的去交去就行了 所以要分清楚这么几个不同的层次 所以在这说法正确的呢 就是ACE这三个 好看完了 进口的继续规则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出口的政策 以及退税的计算 这块呢 属于难点内容 但是也不是考试的绝对重点 不过啊 考试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到一些选择性的题目 或者是比较简单的小计算啊 咱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去全面覆盖 把握这些内容的 好首先来看一看出口政策 出口政策有三套 又免又退 直免不退和不免不退 那直免不退就是所谓的免税政策 而不免不退就是所谓的征税政策 好这两块咱们简单了解即可 你比如说不免不退 那就正常征税呗是吧 出口 该算效项算效项 该抵净项抵净项 而直免不退呢 那就是只想说免税不给退税 可能你原来没有负担过净项 或者是你没有合算过净项 主要是这些情形 当然还有一些具体列明的实项 这个有余力咱们自己去看看 那重点大家需要去看的 就是右免又退的试用范围 它包括出口货物啊 出口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啊 还有一些出口服务 或者转账技术 这些无形资产的一些个行为 三角的跨境行为好了 好首先像出口货物里边 主要的就是生产企业 它出口资产货物 或者是适同资产货物是吧 还有什么外贸企业出口外购货物 还有什么适同出口货物啊 这些个内容咱们都是可以享受 又免又退的 另外就是出口劳务 就是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这个出口咯 包括对进境付出口的货物 来提供劳务就是加工劳务 还有对国际运输工具提供劳务 就是指的什么修理修配啊 那些个劳务 另外就是跨境行为 这块呢 我们在讲这个零税率的时候 是介绍过的是吧 你比如说那个运输系的 像我们提供国际运输 港澳台运输 还有航天运输这些服务 他们都是零税率 就是又免又退的 还有就是我们境内单位个人 向境外提供 完全在境外消费的一些列明项目 一共有十项 这些列明的项目包括研发 格同能源管理 设计什么软件 什么这个转让技术等等 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看一看好了 在这我要特别提示一下 说这个服务的出口 你只有列明的这些情形 它才是享受又免又退的 享受零税率的 那如果是非列明的 是其他的服务出口怎么办呢 注意其他未列明的服务出口 就是直免不退 好吧 就是这个类型 退而求其次了 比如说你对外提供这个建筑服务 什么金融服务等等 这都是直免不退的情形 这是关于出口政策的一个介绍 然后接着就是退税计算 当然只有又免又退情况下 咱们才会有退税 是吧 那退税的方法有两个 一个叫免退税 一个叫免理退税 它们的适用范围 以及退税的依据都是不一样的 你像免退税 这个比较简单 它适用于外购出口 比如咱外贸企业外购了一批服装来出口 是吧 那它就属于这个又免又退范围 咱用的就是免退税法来退税 它的退税依据是净价 因为它退的是净项税嘛 所以它是按你的净价来乘上退税率进行计算的 当然是不含增值税的购金金额乘退税率 这个很简单 另外就是免底退税 它适用于咱们自产出口 比如说服装厂 我自己生产了这个服装来出口 或者说我是一个运输公司 我直接来提供国际运输服务 服务是我做的是吧 那这种情况都是用免底退的 并且免底退它的退税依据不是进价了 是售价 咱们就简称叫外销额好了 就是你对外销售的一个售价 并且这免底退的公式相对复杂 咱们有基本公式还有修正公式 那总的思路就是替底比退四部曲 之前我们在基础阶段的时候 是详细的给大家分析过这个公式推导的 如果现在你还是想不起来 那就回去再听一听好吧 尽量咱们理解的去把这个公式给记住了 考试的时候其实都是套路 就直接往里套数据就行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算的是 这个免底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征退之差 是吧 其实很好算 就是拿外销额去乘上征税率 减去退税率好了 这个相当于就是不给你退的那块 也不让你去抵扣的那块 就相当于是进向税额转出的那个意思 然后接着我们内外销综合考虑起来 算一算它的应纳税额 这个时候用销向减去进向 这个进向里头减去征退之差 然后再减去留地税额好了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 征退之差就相当于是进向税额转出嘛 所以你看这样的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跟我们平时所见的 那个一般纳税人一般计税的公式 是不是几乎一样啊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细节啊 就是只有内销有销向 外销是没有销向的 因为外销咱们免了销向 所以只有内销有 另外这儿的进向是全部的进向 并且进向里边要减掉这征退之差 也就是进向税额转出 有留地税额把留地税额也给减了 那如果这儿这个应纳税额算出来 结果是大于零的 那咱就交税就行了 所有该退的都不退了 因为全部都抵消掉了 就是免抵掉了 如果它小于零 咱就考虑退税好了 但是退多少 咱还得比一比才知道 跟谁比呢 咱们算一个免抵退税额 这个我给它起的名字叫理论退税额 从理论上来说 那你应该是按售价去给我退税 售价乘上退税率应该给我退这么多 但实际上呢 咱未必退这么多 要比一比 拿什么比呢 拿应纳税额 负数的那个绝对值 跟我们的免抵退税额 也就是理论退税额来比 最后退的是较小者 当然可能会形成留地税额 或者是免抵税额 这就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了 咱给你一些数据 你必须要知道结论 好吧 比如说 应纳税额 是10的情况下 付10的情况下 咱们的理论退税额 也就是免抵退税额 是15的情况下 那给退多少呢 给退的是较小的 也就是退10好了 那只给退10 明明你应该给我退15啊 那个5哪去了 那个5咱说就是免抵掉了 是吧 就是抵掉了 相当于啊 这个应纳税额 是你内销和外销 它综合考虑之后的税额 也就是说你内销啊 本来你应该纳的税是5 而外销该退的税呢 是15 那你就不用一边交税 一边退税了 咱们直接把它一减 是吧 用内销应纳税额 减去外销应退税额 这不就起到了底的那个效果吗 这么一算出来 你的应纳税额是付10 是吧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能给你退10 原因在于 一共应该给你退15 可是你那个内销的5不用交了 不也是占到便宜了吗 相当于抵了5 我再退给你10 你最终还是相当于得到了15的退税 但是注意了 我们这个5就被抵掉了 是吧 这叫免抵税额 这个免抵税额呀 回头要去计算成建税的 对吧 因为咱成建税是进口不挣 出口不退的 所以你出口 你这个退增值税 你把那个内销该纳的 你抵了行 但是这块成建税 必须是要交的 这是一种可能性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如果我们的内销 应纳税额是负的10 而我们免抵退税额是8 那这时候退多少呢 这时候咱们退的就是叫小者嘛 是8 那明明应该给我退8 结果这8完全退到我手里了 有没有起到那个免抵退 那个底的效果呀 没有是吧 那免抵税额就是0 那有没有留底税额呀 注意留底税额是有的 因为我们的应纳税额是负的10 是吧 退掉了8以后 它还剩下负2 也就是说留底税额有2 这个留底税额呀 你是可以往后去截转 继续来抵扣的 每次算税的时候 才把它取给减了 并且呢 它还有满足条件了 享受留底退税的可能性 那个就具体情况 具体再看了 所以说免抵退税和留底退税 他们俩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同时享受的 但是你需要先办理免抵退 如果你还有留底税额 满足留底退税的条件 还可以去留底退税 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呀 咱内销的应纳税额呀 本身就是负2 外销这个又该退的税是8 你负2一减8 不就减出来这个负10了吗 是不是 那这时候呢 其中那个负2 相当于是你内销所形成的 一个这个进向大于肖像的情形 那它是留底税额 而外销的这个 该退的我都给你退掉了 所以这个情形 大家要非常的熟悉才可以 这是我们免抵退税的基本公式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免抵退税的修正公式 这个修正公式 跟我们的基本公式 其实差不多 只是说退税依据上 做了一下修正调整 本来咱们的退税依据是外销额 但是呢 由于我们可能会有 国内购进的一些免税料件 或者是尽量加工 保税进口的料件 那这些个料件 它是没有进向负担的 那它当然也就没得可退 是吧 这时候我们就要从外销额里 把这个免税保税料件的金额 给它减掉 剩下的部分 你再去享受这个退税就好了 所以只是这么一点点差别 别的那个操作过程 都是一点没变的 最后判定结果的那个逻辑 也是一样的 好吧 另外就是在减这个免税保税料件的时候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比如尽量加工保税进口料件 咱们在减的时候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购进法 一种是十号法 那个购进法呢 就是我买了多少 我就全部都能给它减掉 买多少减多少 比如说我这个月份 我买了一百万的这个 尽量加工保税进口料件 那我就从外销额里 直接把这一百万都减了 这叫购进法 那还有一种叫十号法 十号法就是用多少 我减多少 比如说我的外销额是一百万 外销额是一百万 那么这个一百万的外销额里头呢 我们有这个10% 是尽量加工的保税进口料件 那我就把这个10%的 保税进口料件给它减了好了 因为我这个一百万里边呀 它这个销售额 它实际所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件 是有一个计划分配率的是吧 所以我用这个外销额乘上计划分配率 算出来的就是我能够从这个 外销额里减掉的那个部分 好吧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稍微关注一下 另外就是我们这儿除了这个正常的免底退税和免退税以外 还提到了一个退税的问题 但这个退税跟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退税不是一回事 之前咱们说的这个退税都是谁出口谁退税是吧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啊 比如说你服装厂出口 那你服装厂享受退税 而我们接着要说的这个退税呢 是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 是说那些外国的游客来中国购物买了东西以后 他走的时候可以享受的退税 是退给这个境外旅客的啊 这个要稍微关注一下 当然啊 他要满足一定条件才能够享受这样的离境退税 那个条件咱们要自己去看一看 接着这里边核心的问题是退税率还有退税额的计算 退税率咱们这强调的是 是用13%税率的物品 它的退税率是11% 9%税率的物品退税率是8% 这个要记住的啊 另外就是应退的增值税税额 它等于退税物品销售发票金额乘上退税率 并且这个发票金额是含增值税的金额 好吧 用含税金额从退税率来计算退税 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规定 注意选择题好了 那说完了出口政策以及它的计算之后 咱们来看看相应的一些题目 首先一个多选题 说下列出口货物可以适用增值税免税并退税政策的有谁 就是又免又退吗 A说加工企业来料加工复出口的货物 注意来料加工复出口和这个进料加工复出口 货物它们一样吗 不一样 咱们之前在基础阶段的事也都讲过 你比如说中国的假公司为国外的ABC公司做一个来料加工业务 国外的ABC公司发过来一批布料 咱们给它生产成服装再给它绑回去 那其实咱们假赚的就是加工费叫工缴费是吧 那这个服装是你的吗 并不是对吧 那这个服装布料当时过来的时候它交税吗 不用交税免税的 因为这个料来到你中国加工成成品之后还要返出去是吧 所以它来的时候就是没有交税的 那当然这个货物将来出去的时候它也没得可退是吧 所以这个是适用直免不退的 它不是说这个又免又退 所以来料加工费出口货物是直免不退 然后接着说生产企业出口的适同自产货物 比如说服装厂咱们出口自产的服装 这是享受又免又退 那如果我出口的是我外购的服装呢 注意外购的服装如果满足一些条件 比如说跟你的服装自己产的这个完全一样是吧 用的品牌也一样 并且也是出口给进口你自产服装的那个外商 那这样的条件都满足了 它是适同自产来对待的 也是享受又免又退的 接着C说出口企业销售给特殊区域内的生活消费用品 注意啊 咱们如果是一个这个 比如综合保随区以外的这么一个企业 咱们把这个货卖到综合保随区去 请问这个能适用又免又退吗 那注意要看你卖的是什么 如果你卖到综合保随区里的是一些什么洗发水呀 日用品呀是吧 什么车呀等等 这些他们都是要正常征税的 正常征税的 他不能享受到又免又退 但如果说你是这个像一些这个电力呀 是吧 你通过这个电缆 你直接就输到了这个综合保随区里去 那这一块呢 你不需要报关 那他是享受又免又退政策的 所以具体还是要看 你卖到这个特殊区域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好吧 这个情形生活消费用品他们是要征税的不能适用这个又免又退 接着就是出口企业销售给特殊区域内生产企业生产耗用且不向海关报关而输入特殊区域的电力 这不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能够适用又免又退的情形吗 所以生活消费品和这个一些什么电力呀等等啊 这个是不一样的 好 再有出口企业对外投资的出口货物 我把这个货物对外投资了 怎么对外援助了 虽然他不是正常的这种贸易方式给他出口出去的 但是对外投资他也是视同出口的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 对外投资的货物他也是享受又免又退的 所以在这能够选上的就是BD和E这三个 好接着再来看计算型的这个小题 一个单选 说某服装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率是13% 退税率是10% 23年1月外购棉布一批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价款200万 增值税26万 获已入库 当月出口服装离岸价格是25万美元 内销服装不含税销售额80万 该服装厂上期期末的留底税额5万元 美元对比人民币汇率是1比6.4 说该服装厂当期应退税额是多少 那一看服装厂它是这个出口资产货物是吧 那这个呢当然是用免抵退咯 免抵退咱们就套公式吧 替抵比退四不取是吧 第一步要算的就是 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正和抵扣税额 简单的就叫它增退之差 好了 它是拿外销额乘上增税率减去退税率 好外销额是多少 也就是我们出口服装的离岸价是吧 25万美元要折合成人民币就乘上6.4 然后外销额有了 乘上这个征税率13%减去退税率10% 算出来增退之差 相当于进向税额转出 然后接着第二步算一算 内外销综合考虑下的应纳税额 这个应纳税额就是销向减去进向 进向里头把增退之差减了 再把留底税额减了就行了 咱们这首先看销向 内销才有销向 外销没有销向 外销是免销向了 所以内销服装的不含税销售额 80万乘上13% 这是销向税 然后进向税呢 进向税就是外购的棉布 进向是26万 但是进向里边要把第一项 咱们算出来的征退之差给它减了 然后在外边把留底税额这个5给减了 好那这个应纳税额 它如果算出来大于0 这咱们就正常交税好了 该退的税就都不退了 都被抵掉了 如果它小于0 咱们要接着去比 看到底退多少 那接着就算一个 这个免底退税额好了 免底退税额 我给它叫理论退税额是吧 理论退应该退多少呢 就是拿这个外销额乘上退税率呗 因为咱们这个免底退 是用外销额来做退税依据的 那外销额是25万美元 折合成人民币 然后乘上退税率是10% 那有了理论退税额 有了应纳税额的负数 那咱们比一比 退的是较小者是吧 好咱们来对着答案看一看啊 这个当期的应纳税额果然是负数 是负的15.8 而这个当期免底退税额 也就是理论退税额 它是16 那最后退哪个 当然退15.8了 是不是 那明明应该给我退16 结果只退到手里15.8 那0.2哪去了 咱说那0.2就被抵掉了吗 是吧 相当于你这个当期应纳税额 负的15.8呀 它内销应纳的税额 是0.2 而外销应退的税额呢 是16 好 那他俩这么一减 0.2减去16 变成了这个负的15.8 咱们只能给你退15.8 另外的0.2你不用交了 相当于整体 你还是得到了退税16万 那个意思 并且这个免底税额 咱说了要算成件税 几乎加那些东西 这是咱们提到的这个免底退税的计算 接着再来看一个 说某交通运输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具备提供国际运输服务的条件和资质 22年6月 该企业承接了境内的运输业务 收取了运费 价税合计436万 注意这是境内的运输业务 是需要正常交税的 那交通运输用的是9%的税率 对吧 然后接着 说这个当月购进柴油 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价款400万 税款52万 这个是进项税 然后当月购进两辆货车 用于货物的运输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价款60万 税款7.8万 这也是进项 然后当月对外承接 将货物由境内载运出境的业务 收取价款70万美元 这相当于就是外销了 是不是 出口销售额相当于是70万美元 然后汇率呢 是1比7 另外 他有说到交通运输服务 退税率9% 问咱们当月应该退的 增值税是多少 那大家一看到运输 可能觉得不熟悉 是吧 这应该怎么做呀 咱说了 只要是你资产出口 应该用的都是免底退税方法 是不是 免底退就是那个四部曲吗 并且在这 注意啊 咱们说货物出口 它的退税率是小于等于征税率的 它有可能征税率是13% 只给你退10% 这是有可能的 是吧 挣的多退的少 就会形成争退值差 而咱们的这种服务出口呢 注意它是完全退税 相当于就是你的交通运输服务 正常的征税率是9% 它给你退税呢 也退9% 也退9% 好吧 这是它的规则 那在这呢 如果征税率和退税率没有差 那还会有征退值差存在吗 就没有了吗 是不是 所以第一步征退值差 你就不用算了 征退值差就是0 然后接着我们就直接算 那个应纳税额 那一步好了 好 应纳税额算法 跟之前还是一样的 就是 销项 减去镜项 镜项里把镜项转出减了 然后再减留底税额 这儿呢 我们的销项是多少 只有内销 有销项是吧 你境内的运输业务 收取了价税合计是436 那436除上1.09 乘上9% 这是你的销项 然后减去镜项 镜项呢 有一个52 有一个7.8 是不是 咱减去52 还有7.8 这两个镜项 然后留底税额呢 这儿也没有 是吧 没有的话呢 注意 这个地方咱们就直接算结果就行了 如果它大于零 咱就正常交税 如果它小于零呢 小于零咱们就考虑退税呗 是不是 那退多少 算理论退税额 也就是当期的这个免底退税额 免底退税额 就是理论退税额的意思 应该就是外销额乘上那个退税率 是吧 外销额是多少 是70万美元 咱们乘上7 折合成人民币 然后再去乘上它的退税率 9% 这就是理论退税额 最后要退的就是两者中的叫小者 咱们对着答案来看一看 首先 它第一步 当期不得这个免征和底扣税额 也就是征退之差 那是零 没有 因为征税率和退税率一样 另外 当期的应纳税额 咱们肖向 减去进向 注意 留底税额这儿没有 征退之差 也就是进向税额转出也没有 好 最后结果是负的23.8 然后接着算理论退税额 也就是当期的免底退税额 算出来是44.1 好 那这时候两个数字比较 23.8和44.1比较 那咱们退的就是较小者 退的就是23.8 可是明明理论上你应该退给我44.1 结果到手只有23.8 那没给我退的那块是怎么了 就是被抵掉了吗 是不是 那就叫免底税额 免底税额就是44.1 减去23.8 是这么多 这个免底税额需要去算 成渐级附加的 好 这就是我们的免底退的那个 基本的算法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修正的公式 说某服装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率是13% 退税率是10% 23年的3月 外购棉布一批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证明价款200万 增值税是26万 货已经入库 当月进口了料建一批 海关核定的完税价格是25万美元 已经按照购进法 向税务机关办理了生产企业 进料加工贸易免税证明 当月出口服装的离岸价格75万 内销服装不含税销售额80万 该服装厂上期末的流地税额5万 假设美元比人民币的汇率是1比6.4 服装厂进料加工付出口业务 符合相关规定 问他当机应退税额是多少 还是一样按部就班去做 但是这儿呢 我们有进料加工的保税进口料建 所以呢 要用那个修正公式 也就是我们要在退税依据外销额里边 去减掉那个免税或者是保税料建的金额 并且减的时候 这儿明确说了是购进法 购进法就是买多少减多少咯 你买了多少呀 你买了25万美元的 这样的这个进口料建 那就把这25万美元的这个金额 都从我们的外销网里给减了好了 但如果说它是这个 咱们的十号法吗 十号法你就要用计划分配率了 是吧 这个咱们一会再说啊 先来看看这个操作 首先第一步 还是算征退之差 也就是当期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征退之差 拿外销额乘征税率减退税率 外销额是 咱们的这个出口的离岸价格 75万是吧 但是我们说了 这75万里要减去一块啊 要把这个金额加工保税 进口料件给减了啊 看见外销额就把它给减了啊 并且要折合成人民币 这是外销额 用它去乘上征税率减退税率 征税率13% 退税率10% 这样第一步 正退之差已经有了 然后接着算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内外销综合考虑下的 应纳税额 这个应纳税额呢 首先是销项 这个只有内销有销项啊 内销咱们的销售额是80万 所以80乘上13% 这是销项 然后减去进项 进项是多少呢 咱们买棉布 增值税的进项是26万 然后这个进项里 要减掉我们第一步算出来的 正退之差 也就相当于进项税额转出嘛 然后有流体税额 把流体税额也减了5万 这个结果算出来 大于零 咱就交税去 小于零 咱就考虑退税 到底退多少呢 咱们得比比才知道 再算第三步 就是理论退税额 也就是我们当期的 免底退税额 是吧 理论退税额是多少呢 就是拿外销额乘上退税率呗 但是外销额一样啊 咱们还得做修正是吧 你拿你的外销额 要去减掉 尽量加工的保税进口料件 然后折合成人民币 然后再乘上退税率 这是理论上要退的 然后再去比较 二和三 退那个较小者 好了 接着咱们对南岸来看一看 这个第一步算出来 正退之差 也就是当期免底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是9.6 然后接着 当期的应大税额 销向减去进向 进向里减去 这个进向税额转出 也就是正退之差 再减去留底税额 算出来结果是负的11 是负数 咱们要考虑退税 接着第三步就是理论退税额 也就是当期免底退税额 就是外销额 然后减去 那个咱们的进浓加工保税料件 然后再去乘上退税率 算出来是32 那32和11相比 咱们退的肯定是较小的 那应该退的税额就是11 那明明应该给我退32 结果只退了11 其他的跑哪去了 其他的咱说就是底掉了 是不是 相当于免底税额 就是32减去11 好 这就是咱们整个的计算过程 那在这儿如果稍微给你改一下呢 说我们这个不是用购进罚 来进行一个扣险的 而是用10号罚怎么办 10号罚 咱们得给你一个计划分配率 是吧 也就是说你出口的 这个外销额里头有百分之多少 它是属于尽量加工保税进口了件 说假设给你这个计划分配率是10% 那你怎么去进行计算呢 注意啊 所有的计算的这个过程 1234 那个td比退还是一样的 一样的 只不过是我们减掉这个数字的时候 就不能直接减败购的这个25了 而是要减掉多少 而是要减掉这个外销额的10% 也就是外销额乘上进化分配率 这是咱们要从公式里修正的 就把25替换成 75乘10%就行了 好吧 所以题目如果给你做了一些个这个文字上的调整 我们要随机应变好吧 要去公式也调整一下 这是我们提到的免底退的这个修正公式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单选题目 说境外旅客申请离境退税 应当同时符合规定条件 并采用特别的计算方法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什么 说这个申请离境退税到底要满足什么条件 A说 同一境外旅客 同一日在同一退税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金额 应该达到500元元人民币 也就是同人同日同店 买的东西不能太少 你得达到500元人民币才行 也就是大于等于500 这个说法是对的 买太少了 不知道得给你去退回 另外说离境日 据退税物品购买日不超过90天 对的 这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另外是用13%税率的物品 退税率为13% 错了 是用13%税率的物品 退税率是11% 是用9%税率的退税率是8% 另外退税依据为销售发票 著名的含增值税的金额 没错 在这我们是用含增值税的金额 来作为这个退税的依据的 而不是不含税价 这点要特别关注 所以在这说法不正确的 就只有C选项了 接着再来看一个单选题目 说某境外旅客 23年1月5日 在境内一个退税商店 购买了一件瓷器和一瓶茶油 取得退税商店开具的一张增值税 普通发票 以及退税申请单 发票著名 瓷器的价税合计金额是2260 茶油价税合计金额160 问他这个1月10日离境的时候 应该退的增值税是多少 他满足我们离境退税的那些个要求条件 在这主要是退税计算 注意这瓷器 它是适用13%税率的物品 他的退税就是拿含税的金额 去乘上11%好了 而茶油呢 属于实用植物油 是吧 他用的是9%的税率 所以在这退的时候 退的是8% 拿含税金额160 乘上8%好了 最后退的就是这两个金额的合计 所以在这主要考察的是 我们的这个离境退税的退税依据 以及退税率 这个是要自经被咱记住的